现在到了一个Nature Center了 逛一下 这里面就是绿油油的多漂亮 没什么人挺好的 好漂亮这 这个trail大概有三四个mile那么长 它有不同的地方 这里面最好的一个点叫Cypress 就是松柏的柏树非常多 待会就可以看到了 这大芭蕉叶也够漂亮 走到这让我想起来那哪了 上次在Australia那个tribulation trib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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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t's a very similar 热带的Forest tropical tropical but this is also the same 在这里面走很有那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很多这种Furn 你看上面实际上 你看那个棕色的使它发芽的地方 旁边还有一些木屋挺漂亮的 你看上面这个绿色的植物多漂亮 有点像以前的那个叫什么类传 忘记了 下面就是刚刚走过来的那个trail 不沾到 不沾到边上你看 可以看高处可以看到这些植物 叫royal fern 皇家的这种Fern this one 这是wrap around的一个balcony 整个这个二楼都是这个balcony 看远处这个也挺漂亮的 像头发一样 看远处这个也挺漂亮的 风一吹 像白发魔女一样 你看 my patient pays off wow 画风喽 beautiful 这里还有一个小雕像 它的寓意是这个丛林的一个保护神 Guardian 走走这里就分叉了 Cypress Trail 这边是Ground Trail Cypress OK 看来这个白发魔女在这个森林里比较普遍 这也有一株 到处都是 这个大树干也很特别漂亮 你看 这边都是那个Cypress Cypress Cypress应该叫山树把木山 你看 都是长在这个水里头 这更多了 看来这个这种树喜欢水 这个小标是专门介绍的就是这个 这一片 这是Cypress 柏树吧 山柏和Maple 这个不沾道设计的特别好 弯弯曲曲的 这个小标是 好 这个小标是 这个小标是 水里有不少的生物 你看这个老有冒气泡的 走一走 这就有这种小的休息的小亭子 里面有椅子 下雨也可以躲一下 这种树还没有研究出来是什么树 它这树皮特别的红 所以非常的stand out 你看那些皮已经开始pill off了 但是它特别的红 所以很容易就看到 这个trail可以走到一个 应该是湖边上吧 到处都是特别的绿 昨天看到一个房子 就是用这种芭蕉叶盖着 那个屋顶就是用这种芭蕉叶子晒干了就可以当屋顶用 一到下雨的时候它这都垫高了 下雨的时候肯定这个在上面走就没事了 雨季的时候估计这下面应该都是被水淹着的 但是长岛冬天太冷了这多舒服啊 观察点下面那一片就比较矮的地方 昨天好像看到一个介绍的那叫cabbage palm tree 是这个Florida的state tree 从这走就可以走到外面那些大路上去 或者你可以继续走在树林里 从大路走回去可以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上 大路上走的景观又不一样了 大路上走的景观又不一样了 刚才从那个亭子上望就是这个亭子 风挺大的 就是这里最常见的一种蝴蝶 黑黑和黄色的 飞走了 您和我说一下 对不起 然后大概看出人的蝴蝶